但我觉得可能对一个不从事这行业 就是所谓的一些个real job 就是静静工作的人 姑娘来说可能是 叫这么一个男朋友 比较拉风吧 然后给自己生活中间点 不厌的色彩 他们是想找一个互补的感觉吗 我觉得是啊 因为我也是 虽然说我这很人就没谈谈了 但是看的还是挺多的吧 人家家属啊 人家媳妇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反正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 就是大家比较共同缘比较多 我觉得没什么太特别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就感觉就还好 对其实咱们针对啊 跟乐手谈恋爱 就是我们来说一个行业的 其实这算是一个合作性的工作伙伴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真说如果跟乐手谈恋爱 那谁会把他们就是当成另外一种 来看就是从乐迷变成了乐手的女朋友 因为人家是乐迷 本来就可能很喜欢乐队的音乐 但是看到人说人家好帅啊 然后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又有一些接触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两个人产生火花 感觉特别好 然后就再起了 只要你俩人就不一样 对啊 因为他就有崇拜的心理在里面 其实是这样 但是就这个东西我是没有从从头到尾就没有过那个体会的感觉 因为第一我没有这个乐队情绪 就是或者是明星情绪 我没有这个 然后再加上 幸好你们这种不然得获获我们多少乐手啊 对啊 不是 是我获获别人吗 应该是 互相互惠吧 应该是吗 我放过别人吗 你很参美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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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绝对不是这个问题 这个从没能 我刚刚你好像在出我的道德问题 我是想说你太美了 我好多小客人喜欢 编导中 我觉得我的这个事 你帮我折我都不接受 你说话 对啊 这事自己有点想法 你也说话 你帮我 暴露了 暴露了 就是没有这种情节 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 作为那些就是歌迷啊也好 还是粉丝也好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心态 就是觉得因为他们比较崇拜这些啊 还是他是有一些尊敬的心理啊 还是痴迷的那种心理 他们和咱们的心态是不一样 还好都特别欣赏嘛 对 但是所以这个问题之后 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结果 就是不能说不好 或者说就是 他是和你现实的那个 期待是事与愿违的 就因为 不管是歌手 乐手 还是明星啊 乐队的人 但现实生活里头 都可能都是正常人 可能都和你台上看见的不一样 那是不是相处 真正相处了以后 会感觉对方不是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个 难免啊 难免啊 好